台灣是廣春風 我是戴寶春 我是林曉峰 歡迎各位收看台灣是廣春風 我們剛才說 最近在說南島民族 就是說無論台灣過去叫做高山族還是叫做平埔族 事實上他們情不和諧是屬於所謂的南島民族 那麼南島民族是什麼 南島民族其實總體來講 就是說包括台灣的 不管是在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或是一些信仰文化都有一個類似性 那它分布的範圍是非常的廣 一直從台灣開始南邊到紐西蘭 我們來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杜部長上任的時候 特別介紹過的 挨罵了一張圖 如果我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台灣的話 我們過去事實上台灣在這裡 台灣過去常常被放在這個大陸裡面的邊緣去看 那它常常就是這個大陸的一個邊垂 可是你如果把台灣放在海洋來看的話 它變成一個起點 我們來看今天介紹南島民族 剛好看這個南島民族的範圍 最北端剛好是台灣 最南端是紐西蘭 然後最東邊這裡有一個叫做East Island 我們叫做復活島 然後最西邊這邊 在這個非洲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島嶼 叫做馬達斯斯加 以前叫做馬達斯斯加 馬達斯斯加 馬達斯斯加 這整個範圍 從台灣馬達斯斯加 紐西蘭到復活島 這整個範圍 是所謂的南島民族 是不是 它是整個南太平洋島嶼 太平洋南島嶼 這整個綜合 所以包括什麼 包括菲律賓 包括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一大堆 密克羅尼西蘭 美納尼西亞 夏威夷 一大堆 一直到你去 這個是所謂的南島民族的範圍 那麼台灣 是在這個裡面 的範圍裡面 最北端 所以 有人就這樣講過 他說 台灣 是這個南島民族的一個起源地 特別是透過語言 譬如說 我們知道有一個作文 叫做Peter Bairwood 我們叫做Bairwood 他就講過 他說 台灣的這個 是南島民族 從語言的發展來看 他說是談南島語 南島語的一個起源地 起源擴散 一個起點 一個起點 而且他還分七 六階段還是七階段 他說 從台灣 然後菲律賓 然後第幾階段 一直到第七階段 是傳到米西蘭來 所以你看看我們外紀的東西 紐西蘭好像 在哪一年 他們的毛利人 又來台灣 尋根 外紀的那一段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就跟毛利人 他們就在跳舞啊 喝酒啊 開會啊 然後就有一個 我們台灣的記者 就說 要去訪問這個毛利人 就找一個說 一個說毛利人 要去訪問 用他去問 他說 你在講什麼 聽不懂啊 馬利人 沒有啦 我們台灣原住民 好 當然 各地還是有他的特色 也就是說 他移民或者 遷移之後 還是有基因轉變 但畢竟在這個 人類學上 他們認為是 所謂的南島民族 所以 我們台灣原住民 是屬於南島民族 這是當然是很清楚 那當然從這個人類 體質 人類學來看的話 就是所謂的馬來人 那麼從語言的觀點來看 就是所謂的 Osonician Language Family 就是南島語族 那麼從文化來看的話 其實有很多 很像喔 我會記得 我一次去那個 去哪裡 去巴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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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時候看到他們說 嘿 我看到他們很多人 都跟那個東西 頂在你的頭上 頂在你的頭上 又這樣子 知識喔 這個知識似成相似耶 然後回來趕快查 我們一看 我看 早期的阿美族 很多 很多我們的原住民 都頂著頭 知識都一樣 我就把這兩張圖 聽起來看 似成相似 原來連頂悟的那個知識 到現在都還很像 這是所謂的 南島民族 那麼我們台灣 不管是高山族 還是平谷族 都是屬於 南島民族 我們等一下 就分別來看 那麼所謂平谷族的分布 跟高山族的分布 當然高山族 我們今天都還 大概都還很清楚 哪一族分布在哪裡 可是平谷族 你今天說好 我如果怕到 南島 這以前是甚麼做的 如果怕到廟歷 這是甚麼做的 我怕到你們三支 你們是甚麼做的 可能我們很多人還不清楚 所以我們待會兒 我們就分別從 這個平谷族的分布範圍 但是我要告訴你 平谷族 開始慢慢打散掉 是甚麼 平谷族 慢慢的打散掉 當然現在是 不是很容易了解 因為 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平谷族 也好 或是現在的原住民 因為他是沒有文字 所以他的歷史 都要透過這種 體質人類學 或者是文化人類學 整個來研究 但是總的來講 我們當然可以了解 就是說台灣的原住民 他是非常多樣性 像現在的原住民 分層的幾乎有十二組 那其實過去的平谷族 一直在差不多十九世紀末期 日本人來說 都還可以很清楚的調查 所以大體上分層有八大類 但是他真正在甚麼時間 怎麼去分化 是有點困難 所以在日本世界初期 他們還掌握到 很清楚 這樣來說差不多一百多年前 所以經過這一百年才慢慢消失掉 對 才慢慢 所以沒有文字的民族 才慢慢流失就沒有了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他清廟的時候 有時候他幾乎 有視性 視完性 一代兩代 你自己的母親不會說 我就變成漢人 對 因為他的姓變成像姓李 姓代 就這樣子了 所以就變成都是漢人 所以我應該是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我剛才是 荷蘭期待是一個 很大的聲 我們另外界標有一個小人聲 我們也不會秀 這些都是貧府族 對 那我們等一下回來 來看看貧府族的分布 大概是十九世紀前 其實還是很清楚 很清楚 那麼我們休息片刻 不要轉台 不要轉台 繼續歡迎收看 台灣史旺春風 又到了我們介紹台灣宴禮的時間了 我今天要向各位來介紹一句 算是比較新的一句宴禮就是 納魯灣 美台灣 因為我們曉得台灣有 目前有十二族的原住民 人口大概有四十萬人 那台灣的原住民是屬於南島民族 就是奧斯特尼西亞 他們在這個十二族裡面 因為語言都不太一樣 而且因為他沒有文字 所以我們一般的人 就不太能夠懂這個原住民的語言 但是我們常常會學到一句阿美族的話 就是納魯灣 後來我有向阿美族的朋友來請教說 到底我們常常講的納魯灣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說這個納魯灣 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嚴謹的意義 也就是說只要是問好 或者是像類似西洋人講Good morning 都可以這樣來講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學原住民的語言 實在並不是很容易 因為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學 他的語言的文法或者是他的用詞 我們比較不是很習慣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納魯灣形容美麗的台灣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新的宴語 我們知道像我們去夏威夷 他們開口也都會講Aloha 我們很多朋友去泰國旅行 好多人都講Sevatic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推廣說 我們以後台灣也常常用納魯灣 這樣的話來互相問候 一方面等於我們學了這個原住民的語言 也逐漸把原住民的語言放在我們生活當中 所以我很希望我們大家努力的來 互相學習不同族群的語言 包括Horowe也好 或是客家話也好 如果我們可以學幾個原住民的語言 像納魯灣這樣的字眼 或者是再學一學其他泰雅族的也好 或者是非南族也好 這樣的話我想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社會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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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